PART 2的影片在這裏會說一下怎樣去畫一些形狀 首先工具欄在這裏 上面這個Mouse我現在自主的位置 有個漸咀 按它你可以選擇單行排列還是雙行排列 去看你要用的工具 兩樣其實是一樣的 去排列方式不同 你自己喜歡吧 視乎你自己的螢幕大小 先選擇選擇要用的物件 其實你發現所有的按鈕都一樣 按鈕上去會有一條短短的影片去介紹 它究竟是怎樣用的 或是你想知道多點 按Learn more 它就會在你的瀏覽器飛到網頁 你可以在網頁看到一些介紹和教學 它會教你怎樣用的工具 今天會用到的就是黑色漸咀 這個黑色漸咀 白色的我們還沒有用 另外你看到有些鋼筆工具 就是用來畫線的 我們暫時還沒有用 今天除了黑色漸咀 另外我們還會用這個 正方形的Rectangle Tools 按緊它不要放手 Adobe系列軟件也是 你每逢看到的按鈕 右下角有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其實都是說你按緊它會有Submenu 還有一些仔細的選項 原來你按緊不要放手 這堆就是它的內建提供給你 一些你可以用的幾何圖形的形狀 包括Rectangle Rectangle也包括正方形 Ellipse 橘圓形 也包括圓形 一同一樣 Polygon 多邊形 沒有多邊形狀 五邊形狀 六邊形狀 七邊形狀 都是你的工具 星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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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限限多少隻腳 四腳 五腳 六腳 七腳 星星 全部都是這個 還有就是普通的直線工具 如果我們看看LAP EXERCISE 這五張圖 其實主要是用Rectangle Ellipse 和Polygon 把這三立的工具 那三張圖 是可以足夠完成的 有這麼多資料 這樣的看 我們要如何研究 自己運用人手畫線條 或很大的絲 kayak 你們能不會教的 所以這一課可以簡單一點 去幫我的3D的講rough 我是能說的第一wed stack 是我教妳的到3D畫面是一樣的 我們在開始畫自己的形狀之前 要先先用基本提供給我們的形狀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變化了 講一下如何操縱這些工具 第一 例如我選擇了Retangle工具 捉它一下 它的小顆粒 你就可以蹲走螢光幕 拉一個你想要的形狀 拉的時候你也要留意一下 剛才影片中有介紹過的 紅色線和紅色字 有出來提醒你 它繼續幫你做對齊 譬如這裡是整張畫面的中心 這就是碰到頂部的線 碰到頂部的線 碰到頂部的中間 叫Intercept 或者碰到頂部的角落 叫Intercept 譬如我現在沒有所謂 我沒有特別要對著 譬如你對著我 想在左上拉去右下降 你就會看到剛剛拉了一個正方形的框 跟我的紙張一樣大 我先Ctrl-Z Undo 我先試一下拉一個在畫面中間 這是我剛剛製作的圖 圖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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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按錯了 X Y 原來00就是整張畫紙的左上角 XY的數字就是控制你這個物件在哪個位置 如果我現在選擇黑色漸墜 Selection 2 搬動它 搬回來中間 你會看到當你搬動的時候 畫面中間有一組數字在動 這組數字是指示你 XY的座標 我放回來中間Center 你看看有一個粉紅色的 有一個Counter Center 雖然被數字遮住了 這是我整個畫面的正中心 放下 整張畫面的正中心位置是100.5 對 它自己幫我計算 因為剛才我那張畫面的設置是200x200 好 另外就是現在的正方形的大小 它的闊度 如果我想它闊一點 100px 長一點 100px 好了 也想做一個示範 就是剛才這個正方形的工具 為什麼我拉出來一開始就已經這麼完整 這麼漂亮的正方形呢 你會發現其實你可以拉長方形 這也可以拉正方形 但是有時候拉得不太完整 很差一點 不是一個完整的正方形 你會發現原來你拉到一個完整的正方形 長闊比例一樣 其實它有一條粉紅色線打尺角提理 當然你也可以看它現在 在你的形狀 右手邊有一個灰色的波布 它那裡寫著W51H51 那個是長闊比例 你看到數字一樣 你也知道它是一個完美的正方形 另外還有一些小剪刀幫助你 就是你按鍵盤移動鍵 當我一直拉到它的過程 然後鍵盤移動鍵盤移動鍵盤 不要放手 那你一定是拉一個正方形出來 它就不會變成長方形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這個小剪刀 鍵盤移動鍵盤移動鍵盤 它是用來幫你拉長闊比例一樣的正方形 那我還有什麼選擇 比如說角度需要調整 我們可以選擇 另外就是會不會上下左右 可以選擇 但現在這個情況 正方形 你怎麼看都正方形 因為我們按完 應該沒有反應 我就不特意調整它了 它還有一個叫Mobile option 按它打開 裡面還有其他東西 這些我們遲些才會調整 這裡我們先不要調整它 那你可以開 你想看看它 你可以開出來 可以看它 另外就是它的顏色 顏色 座標 長闊就不一定有 看看你做的什麼形狀 XYZ的座標 旋轉的角度 flip 還有線條的顏色 還有裡面填充的色彩 都是每一個不同的形狀 圓形好 也會提供的 通常的 例如我現在 我把裡面 我隨便選一個 例如我想它變成 這個 啡色 好 它是邊框的 這條線 我想它變成 深啡色 另外 我想這條線 粗一點 這裡你會選擇 粗線條的粗有變化 或者是虛線 實線 甚至是一些其他 可能是水墨畫 的線 即是中 無不治的線 其實有很多款 但我們現在先不要調整它 如果我們看回我們的練習 其實暫時是不需要做任何線條 所以我回到這裡 如果我不想要有任何 stroke 那怎麼辦 你可以在這裡 按這個正方形 選擇顏色的正方形 除了可以選擇顏色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 是叫 軟的 軟了它 其實它沒有任何線條 還有一些其他的 對齊工具 我這裡順便說 例如我現在有三件 物件 其實不用它們也可以 因為 你現在這個 有粉紅色的Smart Guide 其實你看到它已經幫你做對齊 你很容易就可以排得很完美 例如對中間 或者對頂 對著頂 差一點 OK 另外 譬如我真的歪了 我想它和我做對齊 你可以用你這個黑色的漸咀 就是一次個框 你想要對齊那幾件物件 你會看到我三件物件都一起著燈 那就可以 在Word和PowerPoint 有沒有在Word和PowerPoint畫的Smart Graphic 操縱方法一樣 譬如我現在想用它的頂 用它們的頂來做對齊 我就按這顆 如果想它用中間做對齊 我就按這顆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對齊方法 你因應你自己的狀況 用側面做對齊 OK 這個就黏了一堆 全部都看不見 先解釋 那先解釋 因應你自己的狀況 你看看 左對齊 靠中間對齊 靠右對齊 或者靠頂對齊 靠中間對齊 或者靠底對齊 這些都是我們看圖片 我們都要知道它是什麼 那好了 正方圓工具 還沒說完 講正最拉什麼 就是每一個這些拉出來的正方圓 你留意一下它的角落 有一顆點 看不見當你的按鈕 放在那顆點上 它有條弧線 在黑色的Cursor 的漸咀在旁邊出現 如果我現在按著拉 其實它可以把我這個圓形 變成一個有圓角的圓形 這些也是 變成有圓角 多一點的 去到最極端 就變成圓形 OK 有圓角的圓形 那其實那組數字在哪裡呢 我先去MoreOption偷看它 選擇它 我去MoreOption偷看它 其實是這組數字來的 這組數字 這個是在動的左上角 那譬如我這個 解了它的鎖 這裡有一個鎖 每次看到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鎖 這個也是一個鎖 每次穿了鎖 就說鎖死了這些數字 會一起按比例變化 那譬如我當我解了它的鎖 我只是想動左上角這隻角 我就拉動這個數字 譬如我打 5 OK 那你會看到它 就立即變成一個 好小小的圓角 在角落頭 這些是大的 對 所以你可以逐隻角 更改去你想要那個圓弧度的變化 不過一般情況下 我們都會鎖死的 譬如我自己打 20 解回去 全部都是20 因為 解了一次 四隻角不一樣 好 那我還好 我就鎖死了 如果你鎖死了 譬如我試一下 一起變大 一起變小 現在可以做10 這樣 那你會發現一次角四角一起變的 一次角一起變的 好 那這一堆 就是跟正方園有關的選項 這堆形狀 我暫時看 我一次過關掉它們 按 Delete 鍵盤的Delete 找一下你的鍵盤有個Delete 鍵盤 一次過我都扔掉它們 那我試一下其他形狀 譬如圓形 圓形 地方拉出來是一個橢圓形 如果你想要它是一個完美的圓形的話 你可以按鍵盤Shift鍵 它拉出來一定是一個完美的圓形 同樣地 你拉了的數字 XY 闊度 高度 可以去到右邊的Property 只要你黑色佔嘴選擇了你的物件 Property 就可以跟動你現在這個物件的數值 左右Flip 上下Flip 剛才說的填充顏色和它的邊框線 另外就是 打開在下面 你會看到這裡有旋轉的數值 這個就是Ellipse 橢圓形的 闊度和高度 我們都不用特意在這裡選擇 在這裡選擇就可以了 圓形呢 都是一樣 譬如我這裡想是大一點 大一點 那我想它按比例縮放 按緊這個鎖一鎖著它 接著才打 譬如我這個變成100 你會發現下面會自動變成100 這是圓形的數值 另外想說一下Polygon和Star2 這兩個東西就是多一點 當我拉一個多邊形出來的時候 譬如現在這個是一個六邊形 我摸線還未放手 你可以試一下按鍵盤上漸咀 下漸咀 其實就是修改你想要有多少邊 小到最小的狀態是一個三角形 沒得再少了 星星 我選擇星星 上漸咀 下漸咀 當你去按些小卡去Coreate 這個形狀 任何時你選擇 黑色漸咀 Selection Clues 選擇你的物件 去到Property這裡 按More 其實你就會看到它的數據在這裡 你可以改的 有需要的 還有沒有其他 這個梯形工具 就是把它變成有少許變形 對 你可以自己有興趣 你就可以玩了 那我基本上要說的東西 都說完了 在這條影片 那我這條影片就停下了 基本上的形狀操控 我這裡都說了 那Polystar Polygon 和Star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選擇 去Property這裡 看看它有什麼數值來選擇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動一下這些數字 看看它有什麼變化 然後呢 第三條影片 對 還有第三條 我們才是有能力去做完 我們今天的Lab的Graphic 第三條影片 我會說一下 如何將這些基本圖形 互相混合 令到它變成一些複合形狀 對 對 對